彰化学子允闻云武名扬国际 参加国际竞赛成绩亮眼得奖连连 县长王惠美17日接见机优选手 并且颁发表扬状及奖金 同时也听取选手们的意见及新声 期免选手持续努力精进 突破自我再创佳击 我们彰化的学子非常优秀 允闻又允武 最近在国际大赛可以说是得奖连连 包括我们实力精神高中的王兆国 他在物理的奥林匹亚得到了一个金牌 非常非常不容易 另外的话我们张师大 也有在这次的师大运里面 也有很多的成效 包括钟俊杰 他是跆拳道男子87公斤的银牌 马亭霞是女子73公斤的铜牌 施云珍也得到了第五名 另外和美高中的一个校友蔡维志 他在田径跳高的部分 跳出了2米20公分 也获得了一个铜牌 我们也知道选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训练 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当然也要谢谢教练 学校的一个支持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 那县政府也会做大家的一个靠山 继续跟大家一起努力 为彰化 为台湾一起来拍拼 国内跟国外最大的差别 可能就是在观众跟那个整个场地的氛围吧 对 就是观众会特别多 对 在国外 我也是尽量告诉自己要放得开 不要去害怕那个场地 因为难得都能站到那个场地 如果只是去害怕的话 就蛮可惜的 对 因为我们是经历了大概从3月开始 就要一直开始训练 可能就是会有枯燥法位的情况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五位选手 可以度过这个一个月的 那个枯燥的期 是实在就是很难得 而且我们五个人就是 对内就是我们的感 那个就是相处变融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些知识 然后让我们就是五个人可以一起长进 然后最终就是可以在奥林匹亚 就获得金牌账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过程 毕竟可以在人生中遇到这五位朋友 彰化县政府重视体育人才三级培育 自111年起 实施竞技运动基欧选手奖助金计划 选手一个月最高可以获得奖助金2万元 并将持续寻求国营事业及企业合作等资源 协助彰化在地的优秀运动人才 未来也会针对重点学校建立选手宿舍 整合体育资源 集中优秀选手进行训练 让选手们能够无后顾之忧 为彰化争光 公民频道许维珍 彰化采访报道